6月8日,高考最后一门英语科目结束后。在合肥时中考点外,一位身着黄色T恤的高个小伙从大门走出。脸露微笑,不乏轻盈,他静止走向人群。母亲冲着他说了句,结束了,小伙回,妈,我有话和你讲。这位母亲还没来得及反应,儿子突然跪了下去,高声说,妈,谢谢您,这些年您辛苦了。 母亲见状,双手抱住儿子的头,哭了出来,这一幕感动了现场家长的同时也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。9日上午,记者联系到了男孩的母亲李赖女士。原来,这位突然向妈妈下跪的考生。是来自合肥168中学高三班的王恒杰,幸福来得如此突然。李女士告诉记者,当时我整个人就懵了,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感动。 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,既辛酸又欣慰吧。对于儿子的这一举动,李女士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感动不已。 这两天我和先生都有去时钟陪考,昨天下午听我先生说儿子特意强调英语考完要我去接他。 李女士说自己当时并没有当回事情,想到结束的时候应该会过来给我们一个拥抱。但没有想到他会用这种方式表达也许,对于小暖男来说。这是他感谢妈妈辛苦陪读的最好方式。 王恒杰在合肥168中学读书。成绩不错,但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后顾无忧地学习。 李女士和不少其他家长一样,加入了陪读妈妈的队伍。 从去年儿子高二开始,放弃了之前的服装生意。 专心在学校门口租了房子陪读,陪读生活是辛苦的,却也是幸福的,等孩子上大学工作以后自己的事情会越来越多。 所以我格外珍惜这两年和孩子相处的时光,累了辛苦了也特别值得。 采访的过程中,听林女士回忆起这些年和孩子相处的点点滴滴。 无数个细小却温馨的镜头都那么地让人为之动容,为孩子悉心准备好一日三餐,是不少陪读家长的日常之一。 提到做菜,以前忙于生意的林女士不好意思地说道,以前我是不会烧饭做菜的。 自从在学校附近陪读后,我在手机里下载了一个做菜的APP。 按照上面写的一步一步来,好在孩子懂事每次都说好吃。 爸爸王先生感慨地告诉记者,他以前是不需要做饭的,但是为了小孩,这两年天天都要给孩子准备饭菜。 这几年,儿子很体谅大人的付出,他有时候,看到我们累了,有衣服都自己洗掉,不要我们操心。 王恒杰向妈妈下跪的视频被上传到网络上后,不少网友评论留言道, 一句妈这些年您辛苦了瞬间泪奔,感动。 这孩子太懂事了,懂得知恩感恩的人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是生活的赢家。 实在寒窗苦,更念父母心,在高考的这个节点里,感恩少年的举动瞬间照亮人心。 在168上学的日子里,每晚10点40下课,11点到家是王恒杰同学的作息表常态。 就是这样,每天放学一到家,他一定先找到妈妈,第一时间跟妈妈分享班级的点点滴滴。 从学习中的大小事情,到生活中的如意委屈。 甚至和男女同学的相处日常,王恒杰和妈妈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 这种相处模式让人羡慕不已,我们俩平常不太像母子。 她可能更愿意把我当成一个嘻嘻哈哈的小伙伴,八日下午英语考完后。 一家三口都很兴奋,坐上车平息一番心情以后。 王恒杰对妈妈说,我们赶紧先去看外公外婆吧,原来。 王恒杰从小在外公外婆身边长大,高三期间外公因为身体原因一直在住院。 对于这点,她心里其实一直很愧疚。 所以考完试的第一时间就让我和带她一起去看望外公,还和外公外婆一卖一副一起吃了饭。 分享了考试的心情,视频李王恒杰自信从容地从考场走出。 提及考试成绩,李女士说道。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,她自己从网上对了一下答案。 考得还可以,估计在600分左右吧。 对于未来的专业选择,她也有着自己的想法,金融方向是她的理想之一,儿子有了计划,妈妈也有了打算。 这几年陪读我自己的时间比较少,可能也就每天下午能出去转转。 现在第一个计划就是出去旅游好好放松一下,然后可能打算再做个小生意,让自己忙起来吧。 感恩的学习自然离不开学校的日常教育,记者随后联系到王恒杰的班主任金涛老师。 这个孩子虽然平常话不多,但和同学们关系都特别好。 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,从一模二模到三模,成绩也都保持在班级前十的名次。 据金涛老师介绍,平常学校和班级会定期开展以感恩教育为主题的班会活动。 把感恩贯穿到日常的一点一滴之中,不仅是王恒杰。 很多同学也都非常懂事儿,知道爸爸妈妈辛苦。 在小事当中学着表达感激,网友热评。 亚凡,我也流泪了,为孩子的感恩更为孩子们的不义。 蓝色雨滴,懂得感恩的孩子,运气都不会差,加油。 Aaron,你确定这不是他姐,是他妈? 完了完了,我老了,灵霄散人。 能说出,妈妈,你辛苦了,这句话的娃都是好娃。 我们家有个女儿,这娃我们家定了,Liz。 妈妈真的好年轻啊,群,父母最大的安慰不是孩子能给多少钱给他们多好的条件。 就为了一句简单的话语也能让父母化解了所有的泪与泪。 这就是父母最真诚最简单的幸福,燕子。 感动有这么一位儿子,心怀感恩,懂得父母的辛酸苦辣,孩子,加油,你会是后来者学习榜样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